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 導演五政治參與以及選舉 那這一課裡面有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要告訴國人什麼叫選舉的原則 選舉的原則一共有四點 第一點 選舉的原則一共有四點 第一點叫普通原則 第二點叫所謂的平等的原則 第三點叫直接 第四點叫無記名 好 那我們開始一一的解說 到底什麼叫普通原則 普通原則就告訴你 只要在中華民國戶籍居住地 連續住滿四個月以上 你又年滿二十歲 具有中華民國公民者 你就可以領到一張選票 這個叫普通原則 那什麼叫平等原則 所謂平等原則就告訴你 一人一票 票 票 等值 什麼叫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這是什麼意思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就告訴你在選舉的原則裡面 在選舉的原則裡面 當你投下這張票那一票就算一票 那一票就算一票 如果總統投下去那一票還是一票 不因為你的地位的高低或是評鑑 然後你的票他比較有錢 你的票就是兩票沒有 就是告訴你 每一個人投下去的那一票就叫 計票就叫一票 好來接下來第三個叫值值值原則 什麼叫值值值原則 假設A是所謂的投票者 他將他的票投給B C 諸 不管哪一個候選人 這三位候選人最高票當選的他就當選所謂的公子 你投了一張選票的時候進入到投票所 這張選票都不可以量票 然後再來也不需要寫上你的姓名 你只要蓋上你想要哪一個候選 你只要在上面蓋上一個所謂的選舉戳印 然後投入到票箱裡面 投入到票箱裡面 沒有人知道你投給誰 那為什麼要所謂的秘密投票 因為咧為了保障你的人身自由 因為有時候怕人家告訴你 你要投給誰你沒有投給他 然後這時候就有可能 你有人身安全的問題